洪晃父母喊卷曝光 一 谈男友陈凯哥 我妈妈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嚎啕大哭 说你太丢人了 你第一跟他没结婚 而且他还有个小孩 你跟他好 我就不说什么了 你居然还让电视台去拍他 你想什么呢你 但是我没这个概念 你觉得吗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挺酷的 对吧 我找一个男朋友 还跟他的小孩处得挺好 这不说明我挺酷的吗 我的概念可能就错位了 你问我妈妈 我也没生气 我就喝喝乐 我说妈你至于吗 妈妈说你就不能这样的 你要知道 在中国是不可以这样 我说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 在中国你这一代不可以这样 我这一代没有这么多顾虑 我愿意跟谁好 谁让我高兴 我就跟谁在一起 五分之后 二父母身份曝光 一路风雨晴所述 张与红感情破裂 乃至离婚 是由于红军妍的外遇 而对此 红军妍在我和张含之离婚前后的书中 却与之说法大相径庭 时至今日 一代名媛与一代才子 均已作骨 对于父亲与母亲的婚姻争议 红黄又是如何看待 老师 您怎么样看待母亲的这两段婚姻的 有没有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一段婚姻肯定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吧 没那段婚姻就没我了 对吧 就是对孩子来讲 父母结束婚姻永远不可能是幸福的一件事 但是因为我现在也五十多岁了 我自己也离过婚 我也结过婚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离婚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决策 就是因为他们两人真的是不合适 三 两女孩见亮相 刚下火车 洪框就赶来了苏州博物馆 我们意外发现 他身后跟着13岁的女儿平平 和他的爱尔兰同学 咖啡馆 能先带他们到咖啡馆 给他们买一点吃的 他们没吃中饭 所以是类的感觉 所以我们先去咖啡馆 你先去咖啡馆 你先摆摆摆摆 然后你再终于咖啡馆 好吗 曾经洪框身上的标签 是著名外交家张韩芝的女儿 现在她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是做一个妈妈 这些年洪框越来越爱谈到女儿 但平平之前几乎从未出现过在镜头前 15分之后 4.与母亲相处 这篇文章在三连圆桌发表的叫 男人分两节 上半节和下半节 登出来的话 这篇文章就反响挺大的 大家都说好 我也特别高兴 一直到我妈给我打一个电话 说 丢人 你怎么能写这种文章呢 因为我妈妈没看那篇文章 我说你要不看的话 你就别评了 因为我是在美国受的教育 这已经是非常温柔的一个标题了 我劝我妈的时候我在笑 我就特别知道她为什么在乎 挺有点沾沾自喜的那种感觉 我写完东西的话 我就想发布 我就特适合互联网时代 完了看所有人的赞 看所有人的骂 然后我还跟人家去那评 就是我的性格吧 比较张扬 但是我不是一个自恋者 因为我觉得 你写出的东西 就是让别人看的 就最好你说好 但是你要是骂 你就骂了 五 谈女儿教育 老说中国人是有瓶眼病啊 什么嫉妒人家什么的话 我平平就是 我从他身上学到的话 就是他从学校回来 他永远跟我说 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叫Eloby 然后呢他老跟我说说 哎呀 Eloby唱歌唱得太好听了 我特别喜欢听他唱歌 然后说Eloby 我们只要是有唱歌的话 老师肯定选Eloby 让他主唱 因为他的嗓子太好了 声音太好了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里头的话 没有任何嫉妒的感觉 我说你知道吗 李爱之他另外一个 在学校他得了大奖了 他的作文得了大奖 然后我问他 我说那你怎么没得奖 他说我写的没太好呀 就很自然 他没有觉得 他也没有因为他没得大奖 感到任何自卑 346分之后 和父母不熟 我是因为九岁上住校学校 十二岁就出国了 所以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是 不是特别近 就是我到了上大学以后的话 我只要是有问题 我第一个打的电话 肯定是我的朋友 朋友不会给我妈妈打电话 也不会给我爸爸打电话 就因为我不觉得 他们是我生活里头 去咨询的那个人 因为他们就一直不在那儿 所以你要不在那儿的话 都不是父女 都不是就是儿女对你的拒绝 是他已经没有了这个习惯 觉得不算这个不是特别好 我不希望跟我女儿 有这么样一个关系 所以我会把它留在我身边